來到第八組 那我們剛剛其實一路看著布袋戲的作品過來 那其實台灣布袋戲的這個發展至今 大家可能大部分會認知霹靂布袋戲 那霹靂布袋戲其實也只是其中一個布袋戲延伸出來的一個分支 在早期呢 金光的一個年代 那個時候呢 雲州大如俠 到了後來呢 雖然停止了 可是在多年之後 那重新的我們可以看到 不是素環針 而是實驗文 就是可能你的長輩們 他們會比較熟悉的中原主角 那他的故事呢 透過像黑白龍狼傳 然後這樣一路的延續出來 金光布袋戲 在近幾年呢 也有很高的一個人氣 裡面呢 也有非常非常多很特色的角色 有些是經典角色 也是新角色 那裡面的武器也非常非常的出眾 雖然文系有點多 對武器很出眾的一個金光布袋戲 在裡面呢 有兩個很重要很重要的角色 那其中呢 東劍道少主 劍無吉 這個從黑白龍狼傳就出現的角色 也會成為接下來表演當中的一個主角 這就是我們來自於第八組的表演者 阿姬以及雙妮 他們要帶來的作品就是金光布袋戲 讓我們繼續以熱情的掌聲 來歡迎第八組阿姬 以及雙妮的表演 謝謝 謝謝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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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OK好 金光布萊斯對你來說最大的魅力是什麼 就是比較符合 對我來講比較符合那個年輕人熱血的那種感覺 然後就是有很多愛恨情仇 或是一些勇情親情的這些感情 對 目前會讓年輕人覺得說很有共鳴這樣子 就是共鳴度 故事共鳴度很高 那針對角色的部分呢 像你今天的角色 劍無疾這個角色 這個角色其實算是很經典的角色 因為從一開始就讚 然後當然孫氏雖然是有點可憐 有時候到後來就是一路的這樣子 越來越強 然後作為整個大中原當中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您對他的想法是什麼 你非常喜歡他我愛死他了 或者是 跟大家來聊聊劍無疾這個角色 劍無疾其實跟我們大家都很像 他就是一個沒有天文的人 然後就是慢慢去努力 因為他有時候如果別人砍一顆書就可以成功 那我就砍一百顆書 就是一定要做到 就是努力派的 對對對 OK 所以他不是天才 他不像很多什麼練武奇才那種 他就是紮紮實實的努力家就對了 所以喜歡這樣的角色 好 那我們呢 麥克風 那一樣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叫雙寧 我今天辦個角色是那個 金光陸在戲的皇后 鳳凰的皇 皇后 皇后這個角色原本在劇情當中 我記得他一直都是在 比較幕後的一個角色 然後到後來 當然因為劇情的關係 就比較浮出檯面 對 為什麼選擇這樣的一個角色呢 因為我其實很喜歡這麼一個很自信 然後很有自己的風采的女性 嗯哼 那她 叫皇后嘛 她其實就掌握了自己的一方權利 她把 她很有能力把自己可以得到的東西 透透落在自己的手中 嗯哼 那像她 她有跟燕王所講一句話 那句話我就非常喜歡 就是 她說 就是 世間上有兩種人 一種是失敗的人 另一種是我 喔 哈哈 所以要嘛就是 我是成功你們其他全都失敗 畫氣勢的一個發言 所以這個 這麼樣子一個婀娜的角色 剛剛在舞台上的這一段 那邊跟大家稍微來解釋一下 所以劍夫其實就是一如往常的在 在冒險的旅途上面 然後她被 她突然被怎麼了 她悲催的被 被玩了 她突然被突然出現了皇后 感覺就是我們想要 表現出皇后把她 掌握在手心上 把玩與手心的感覺 哪怕是一個這麼最新與武藝的 正派的人士 這樣的人玩起來才有意思嘛 喔 劍夫其實有話要說嗎 後面有掙扎 有掙扎就是 好的 那我想今天表演真的也非常精彩 我想跟她解釋 大家也可以了解到 整個劇情的一個走勢喔 那 當然其實兩位就以 我們其實每次看 布袋戲表演就是 要去看看身上的服裝道具 那其實細緻度也非常非常的高 甚至連包含了所使用的武器 他的甚至是手 劍頂的部分 這都是其實還原原本的道具 那皇后就更不用說了 華麗不說好不好 身上的這個 轉一圈讓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OK好很快的轉一圈 身上的飾品呢 其實呈現一種高 奢華的一種櫃戲風格 那這個都是兩位其實花了很多的時間 自己去做出來的 對 好啦OK就是了 好 那也祝福兩位有很好的成績了 謝謝兩位演出 謝謝 熱情掌聲來謝謝 一八組阿姬以及雙寧 他們的一個演出囉